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有自己的酒店庄园和全世界各地数不清的资产 就连他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 人家自己都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时装品牌皮鞋品牌 对于这样一个大富豪当美国总统来讲 他也是多少有点苦恼的 此前的一期节目我们就聊过 虽然朗普总统贵为美国总统 可是操心国事之余 他就没有太多时间打理自己的生意了 以至于当总统这两年 他的资产至少缩水了十亿美元 资产缩水多少 这个我们老百姓也看不见摸不着 可是特朗普大厦 这可是实打实的在纽约立着的 据相关人士统计说 这两年来 特朗普大厦成了纽约摩天大楼里收入最差的 特朗普当选之前特朗普大厦出租率99% 只有1%的控制 而这两年以来有很多人就因为特朗普这三个字不喜欢 人家选择搬离特朗普大厦 导致特朗普大厦的控制率达到了惊人的18% 超过纽约市平均控制率一倍的水平 讲到这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图片 看看这个特朗普大厦 规模还是很宏伟的 这个大厦建于上世纪的1930年 曾经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 它还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大厦 在1995年的时候 特朗普把这个大厦买了下来 并且用自己的名字给这个大厦冠名 特朗普还经常夸夸其谈的跟朋友们说 他买这个大厦只花了800万美元 而今天这个大厦价值几亿美元之居 他绝对是捡了个大便宜 很多美国人都知道 在当选总统之前 特朗普一家就居住在这个大厦中 66层到68层 三层打通的一个超级大豪宅 而且里面是金光闪闪的 绝对比白宫还要收花很多倍的 就是这样一个大厦 在过去两年遭到了纽约很多有钱人的抛弃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以前我们就聊过 说朗普总统当选之后 美国社会撕裂的更严重了 尤其是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 有的人就统计说 纽约支持特朗普的人 大概连10%都没有 高达8% 90%的纽约人 是讨厌特朗普的 所以很多住户说 我怎么能跟我讨厌的人住在一起 尤其是我住的家 为什么要用特朗普的名字来并名 所以人家宁愿搬走 还有人抱怨说 自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 这个特朗普大厦 安保就变得非常严格 这个咱们想想也是 好歹人家总统家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得加强安保 很多人抱怨说 以往我开个车打个车 我可以在我这大厦门口 我家门口停下来 我走进大厦中区 现在不行了 隔着大厦几百米 美国特勤局就要请你下车了 这个大厦的中厅 时时刻刻都有很多安保人员在 咱们清楚 美国人 尤其是美国富人 是特别讲究隐私的 很多人不愿意让自己 暴露在众多的安保人员事件之内 所以短短两年之内 就有大量的人卖房退租 让他的控制率从百分之一 一下子就跃升到了百分之十八 当然 虽然控制率上升了 但是特朗普集团倒没有损失太多钱 为什么 总有那个愿意附庸风雅的 总有那个想借机接近特朗普的人 愿意花大价钱来租特朗普大厦的公寓 有的人就想 哎呀你想 总统家就在这 我在这也租个房子 那我不是跟总统成邻居了吗 说不定早起六个弯 还能碰上总统呢 然而打这些如意算盘的人 基本都落空了 因为自从当选以来 特朗普大概就回过他纽约这个家 十次左右 而且大家知道吗 特朗普大厦未来面临的 都不只是经济上有可能有损失 控制率要进一步提升 因为特朗普本人在全球范围内 还有很多资产 有的资产是在海外的 大家记得吧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那也是一个超级富豪 波罗申科当年在克里米亚的资产 就被俄罗斯没收了 所以啊 去年美国和土耳其关系闹得不太好的时候 土耳其就有政客说 特朗普在伊斯坦布尔也有特朗普大厦 如果跟美国关系闹得再僵一点 干脆他建议土耳其政府 把特朗普在土耳其的大厦给没收掉 毕竟特朗普集团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有资产 所以我们建议伊朗普总统 还真的不要闹得太僵了 否则等到别国政府没收你资产 就不太好了吗